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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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世纪初期 新航路开辟后 西班牙和葡萄牙就率先开始崛起 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 当时世界很多地区 那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开辟的 尤其是美洲地区 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瓜分了美洲 在亚洲 非洲 大洋洲 也到处是这两个国家的身影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 那是世界无处不在的 西班牙强盛时期 国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 而葡萄牙强盛时期 面积也接近2000万平方公里 都是非常强盛的 后来的世界霸主 几乎都是踩着这两个国家的肩膀上去的 因此 西班牙和葡萄牙 那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老牌霸主了 而现在世界的霸主们依旧很强 就连小霸主荷兰都是非常富裕繁荣 强盛 但是唯独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两个霸主混得最差最差 首先来看西班牙 西班牙不但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 而且自己国内的土地都还没有收回 最典型的就是植布罗陀 被英国占了几百年了 到现在还没办法收回 不光如此 国内最有钱的加泰罗尼亚 还在不断的闹独立 可谓是内忧万换 而且经济上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世界率高起 连G20都进不去 堪称混得凄惨 而葡萄牙更是惨烈 葡萄牙现在只剩下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自己的殖民地现在都比自己强 尤其是巴西 很多葡萄牙人甚至都移民巴西了 而且葡萄牙国家发展日益示威 整个经济已非常缓慢 工业停滞 再这样下去 估计发达国家的帽子也保不住了 因此 西班牙和葡萄牙 那是世界上混了最差的世界霸主 没有之一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为何其他霸主都能安然无恙 保持实力 但是就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行呢 而且西班牙和葡萄牙 当年掠夺的财富 那可不比英法得到少了 其实这里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西班牙和葡萄牙将掠夺的财富 拿来消费了 过上奢侈生活 而英法得掠夺的钱 拿来发展工业 发展经济 最终差距就出来了 西班牙葡萄牙长期不投入 经济发展日益变差 整个就是一步错步不错 再也调整不过来了 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 混成最失败的霸主 成为世界三流国家 已经完全看不出来霸主的气质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大国崛起 葡萄牙简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